原来柳铭进入矿洞后 那看似随意地拍在洞壁上的一掌 便已将飞炉和骨蝎暗中放了出来 并一路如影随形地潜伏在四周 而有了这两个宁业后期的帮手 他才会根本不把拘其两头鬼物放在心中 听到飞炉的怪叫声 柳铭微微一笑 正要纵身飞略过去 呼得他眉头微皱 身眼的怪叫声 一个模糊地在原地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另一团黑雾已经在他的身后骤然闪现 并从其残影处倚穿而过 柳道友小心 这是另一只鬼物 此前这一系列变故 吐其鼓落一奔 让中年乳生财反映过来 看到柳铭看看避过另一只鬼影的偷袭 不禁大惊失色地脱口叫道 接着单手一挥动 就亮出了一柄银色尖锥 但还未等这位许家长老放出灵气 柳铭已经看随意的手腕一抖 密密麻麻的剑影一闪而现 并化为森然的小山般的一卷而去 赤红剑影闪动中 黑雾之中当即传出了一声嚎叫 声音满是痛楚之色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无数赤芒从黑雾当中迸射而出 并将其撕裂开来 露出里面的鬼物形体 只见这鬼物生得青面獠牙 一双红眼宛如铜铃 身上布满了细密的粗短毛发 手足上五指如钩 广如鹰爪一般 原来是一只青面鬼 柳铭目光一扫 自语了一句 此鬼身上便不一道道伤痕 显然在刚才一击负伤 但伤口上没有丝毫的鲜血流出 只是不停地散发吃乌 一缕缕的黑气 青面鬼瞪着一双大眼睛 看着面前的柳铭 神情中带有了一丝惊惧 骤然一个转身 便与往洞穴的深处逃遁 但就在此时 立足的地面之下 突然紫芒一闪 一对巨傲瞬间破土而出 闪电般的加入了鬼物的 一双赤子屋 青面鬼大惊失色 一声大吼后 双腿拼命挣扎 同时一双猙獰立爪 也化为一片抓影的 向巨傲上狂抓而下 但是一阵怦怦的闷响身后 银丝巨傲根本纹丝不动 甚至表面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下一刻巨傲之上 反复显出了一缕黑紫色雾气 一沾到双足便让其皮肤血肉 飞快的溃散泥烂开来 青面鬼当即发出凄厉的惨叫 浑身黑气滚滚下 双爪一下狂涨数倍 并发出破空声的 更加的疯狂攻击巨傲 但仍然丝毫作用也没有 就在这时 搜的一声 一道模糊精盈 瞬间从鬼屋的身后的地面 弹射而出 只是一个模糊 便洞穿其后脑而过 青面鬼一声惨叫 后脑大洞中 当即黑气狂涌而出 却是骨蝎在地下 木然将尾钩 闪电般的弹射而出 并一击轻易得手 若是换作了一名寻常修炼者 恐怕当场就毕命而亡 但此鬼却是上半身晃了晃 突然头颅木然间 诡异的一般八十度大转弯 口中惨叫一声 木然发出一声 奸细之极的嚎叫 不远处的中年如生 一听此声 顿时心头一热 胸口仿佛被重重倒了一拳 急于喷出了鲜血 白鬼窟 柳明心神一动 瞬间想起了这个轨道法术 这是很多中高阶的鬼物 都会驱使的轨道法术 能够影响人的神智 战斗中出其不易使出 能够使得对手血气逆流 法力溃散 和他在小炎界中 遇到的火灵笑声 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不过这种程度的鬼窟之术 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多少影响 而是面色一沉 突然袖子一扬 一道赤色惊鸿 一闪而出 只为这死鬼一个盘旋 就在此飞射而回 扑通的一声 青面鬼神情瞬间凝固 上半截的身子 当即滑落在了地面上 而下半身晃了晃后 也默然地往后坠去 正在此时 远处的洞穴当中 传来一声怒吼声 听声音 何然是另一只鬼物 有名转手 淡淡看了一眼 只见矿洞那一端 另一只青面鬼 全身被无数的 绿色发丝 紧紧缠住 周身的黑物 划白几道蛇形黑影 正不停地撕扯着 绿色发丝 可无论其如何的挣扎 都挣脱不出 而飞炉 则不知是用了何种神通 竟仿佛复古之吹一般的 紧贴于此鬼的搏镜上 一大两小三颗脑袋 正死死咬住 鬼物的要害不放 这头看似凶悍的青面鬼 开始还能在死网中 大声吼叫挣扎 但柳鸣看过去几个呼吸后 声音就顿时变得 有气无力起来 同时身躯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会的缩小干枯起来 转眼间就躺在了网中 再也无法动态分毫了 柳鸣点点头 身形一闪 袖子再一抖 虚恐之中 一道红光一闪即逝 飞剑已经没入 青面鬼的胸口 剑尖部分 已经从后背 洞窜而出 随后冰冷剑盲一颤之后 顺势往下 一晃而过 一声诡异的嚎叫声传出 这只青面鬼 便被一剑 劈成两半 死的不能再死了 这两只青面鬼出现 到柳鸣在两头 灵宠的协助下 轻易的击杀 前后不过是 半盏茶的功夫 柳鸣从头到尾 全都是一副 轻描淡写的模样 仿佛根本没有 动过多少 力气的样子 这自然让得 中年如生 又惊又喜 当骨鸣和飞炉 分别收了神通 再次一晃的 飞到了柳鸣进前时 这位许家长老 当即收起身前的小盾 急忙上前一拱手 恭敬地说道 没想到啊 刘道友不但自身实力惊人 竟然还有两头 这般厉害的灵宠 还真是让在下 打开眼界了 这两头灵宠 在下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都是有 您夜镜后期的实力吧 道友不愧为 太清门的高徒 有这般厉害的灵宠 在身 恐怕足以 横行画经以下了 倒有过奖了 在下也是偶然 才得到这两头灵宠的 柳鸣微微一笑地 回了一句 随之一拍腰间 骨鸣和飞炉 当即化作两道黑气 往腰间皮带中 一卷而入 中年如生见状 又再次微微躬身的 满口感谢之言 这是在下分内之事 不必言谢 若是没有其他事情 我们这便返程吧 柳鸣目光四下扫了一遍 没有发现 其他异常之处后 当即如此地说道 中年如生自然一口答应 自然没有丝毫意义 于是两人当即 原路返回 离开矿洞后 屈云朝许家宅院 所在的方向 破空而去 数个时辰后 许家宅院大厅中 柳鸣平静地 坐在了一把椅子上 其周围 则坐着许开阳 等庶名许家长老 此前陪同柳鸣 一同前往矿空的 中年如生 同样位列其中 这些许家修士 都已经从中年如生处 得知了先前一战 柳鸣所表现的 强悍实力 在兴奋之余 自然对柳鸣 越发地恭敬起来 柳尚时 这是原先宗内 答应的酬劳 此次尚时 不辞万里前来相助 在下代表 许家上上下下 再次谢过尚时 另外 这些东西 都是许家族上 遗留的一些 珍惜练器材料 导游有看重的话 尽管拿去几样 片刻后 许家家主和干寿老者 从大厅的后方出来 并几步走上前的 摸出一袋零食 放在桌上说道 接着旁边的许家大长老 则袖子一抖 白光一闪后 当即袋子旁边 又多出了 十几个大小的浴盒 既然这样 那在下就不客气了 柳鸣见词 淡淡地说了一句 先将装着 零食的袋子 一收而起后 目光就落在了 这些浴盒上 一刻钟后 柳鸣在许家 重修的陪同下 独步走出了大厅 并二话不说的 手中法掘一掐 一朵黑云 将其一吐而起 瞬间化作了一团黑光 破空而去 紧几个呼吸的功夫后 便化作为一个黑色光点 消失在远处天际 干扫老者 此时才松了口气 转过身去 向中年如生 再次询问起来 其地 您说此人 竟随时携带有两只 宁夜后期的鬼物 你确定没有看走眼吧 干扫老者眉头一皱 低声问道 回禀大哥 我在矿洞当中 用神石扫了数遍 却忍悟 两只都有宁夜后期的久尾 非但如此 刘尚氏 还是一名剑修 且宫里高深莫测 几乎只是举手投足间 就将那两只青面鬼 先后一击而斩杀 这两只鬼物的实力之强 你我可是一清二楚的 中年如生 不敢怠慢地回答 若你所言非虚 这位流上时 定非宁夜中期这么简单 想必是刻意隐瞒了修为 不想让我等知晓 幸好我等对其 竟如上宾 不然不知会惹出 什么麻烦来 不过 他既然如此快地便离去 估计 却有其他要事在身 也罢 这些都不是我等 需要关心的 取开阳门言 脸色微变地回答 这一次家主做得不错 我们拿出那些材料 让其挑选 也算交好了此人 若是此人修为 还能再进一步的话 说不定以后 还能成为我们许家 在太清门的新靠山 甘少老者 则一声轻叹号地说道 说完便袖跑一挥地 走进了大厅 许家众人文言 在面面相去之下 也不好多说什么 纷纷跟了进去 早已在百里外的柳明 自然不会得知 其走后许家的一番谈话 他正把玩着手中的一个 拇指大小的翠绿色圆珠 面带一丝微笑之色 此物名叫甘露珠 乃是一种七重排泄之物的结晶 并且剧毒无比 但非常珍惜少见 正是柳明炼制九尼盾 所需要的几种辅助材料之一 柳明由此意外收获 自然大为满意 他突然将此株一收而起 在一个翻转 拿出了一张 早已准备好的 附近区域的地图 片刻后 他将地图一收而起 青彩脚下黑云 一个转身后 便向另一个方向 破空而去 一路向西 飞行了小半天后 柳明眼前不远处 出现了一片 看似普通的湖泊 但见湖水清澈见地 不时有成片鱼儿游过 另有几只灰色的野鹤 扑动着翅膀 在湖边嬉戏 有名一台脚下黑云 在湖边一落而下 单手在胸前 截出了一个古怪的法印 在单手一番 朝身前的虚空中 轻轻一拍 一道黑色雾气 一视而出 面前树杖之处的虚空中 微微一颤下 骤然荡起了一层涟漪 随后柳明眼前的景色 突然一个模糊 一座葱葱绿绿的山谷 赫然出现 还隐于可见 一些修炼者 从各个方向 飞入山谷 时不时的 也有几道顿弓 从山谷中飞出 这山谷正是他此行的 真正目的地 一处离太清门 不知道多少万里的 偏远仿式 蓝湖仿式 他稍一打量过后 便化作一道黑色盾光 向山谷中 以飞而去 半日之后 有名一脸满意的 走出了仿式 这蓝湖仿式 虽不大 但里面大小 山谷齐全 灵气材料 浮入等也都是 尽都应有尽有 柳明很快 就将先前炼制的 丹药 分批出售以空 或许是因为 此地偏远的缘故 这里的丹药价格 比宗内的房市 还高出了一成 这也让他 又多赚了不少 此刻其身上的零食 赫然达到了 三十多万 接下来的时间 他辗转了房市 好几家店铺 花费了数万零食 就将除清明国以外的 大批炼丹材料 收集齐了 做完这一切后 他便离开了房市 缺云 向传送法阵所在的 青石殿 飞去了 十余天后 太清 房市之内的 一家店铺中 柳明正仔细 打亮着 眼前一只 白色玉盒中的 十余枚全套大小的 青色果子 这些果子表面 有一层 淡淡的青色灵纹 并不时散发出 一股股清香 却是一批将近三百年火候的 青年果 之前所购置的青年果呀 大致都是两百年火候左右 而眼前的这些 三百年火候的青年果 让其心中不禁移动 要知道 这炼丹主材料的年份差别 会直接影响到 最后承担的品质 更别说 差上一百年的火候了 这些我全都要了 多少钱 柳明一脸平静的问道 一共八万零食 一位身自恶努的中年妇女 朝柳明看了一眼后 娇声说道 柳明文言稍一思量过后 便从腰间皮带中 取出八枚上品零食 递给了中年妇女 随后收起白色玉盒 二话不说的 离开了店铺 几天后 回到宗门的柳明 并没有急着返回洞府 而是又跑了一套 州内访饰 又从多家不同店铺中 采购了不少青年果 而这批三百年火候的 还是第一次瞧见 足以可以让其 担要的药力提升一大截 自然一股脑袋 全部收下了 这才趋云回了洞府 他方一踏进洞府 便紧闭大门 高寡谢科令 随后大步静止地走进了炼丹市 这一次炼丹市的大门 一关就是一个多月 当炼丹市的大门再次打开之后 一名头发有些凌乱 青山也有些破旧的青年 走了出来 正式柳明 而他腰间的储物符当中 赫然多出了四十多枚冷银丹 他拍了拍青山上的灰尘 在大厅中沉思了片刻后 便转身向洞府的密室走去 密室当中 柳明潘西德坐于中央的位置 面前放着一支玉盒 其中盛放着树莓 盐灿灿的丹丸 他用两指轻轻夹起一颗 放入口中之后 便双目一臂的调膝起来 这冷银丹并没有像其他丹药一般入口计划 而是直接滑入腹中 下一刻 只觉腹中一股阴冷之气一散而开 开始在七经八脉当中不断的游走开来 而此时丹田当中则是一股暖意还生 紧接着一股源源不断的法力从中喷涌而出 再次汇入了四肢白骨当中 柳明只觉浑身一热后 又是一股阴冷之气在腹部中迅速凝聚起来 一冷一热的周而复食之下 柳明感觉体内的法力在缓缓地增进 感谢收听摩天记